2022万金杜鹃年度花展正式登场 由国际花艺设计大师领军 使用万里金山在地的花农培育的万金杜鹃 作为设计主题 搭配七大花艺主题的花聚落 加上花朵灯、水滴灯等装置 白天夜晚都很吸睛 暂时从即日起到三月中 邀请民众到这里欣赏杜鹃花海 2022万金杜鹃年度花展 与万里马树公园、观光公园正式开展 由国际花艺大赛冠军吴上阳设计师领军 使用万里金山在地花农们所培育出的 各种类万金杜鹃作为设计主题 并以木战板搭建出七大花艺主题的花聚落 将形色各异的杜鹃花群组合在一起 不同的形体色块展现属于 杜鹃花独一无二的特质美感 颠覆杜鹃花刻板影响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花艺展 一方面透过吴上阳设计师的一个带动 能够让我们的花艺不只是欣赏 还有它的艺术价值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万金地区的杜鹃花 它的美丽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所有的民众来我们万里金山 欣赏我们花艺之美 由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主持开展仪式 由于全台八成绿莓化的杜鹃花苗都来自万里金山 万金杜鹃产业发展已经近半世纪 培育出来的杜鹃品种就高达300多种 每年产量更达600万株 可说是全台第一 而今年市府在万里马树西畔的马树运动公园 观光公园 种植了近一万两千株七个品种的杜鹃 而持续进入三月正值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民众来到此处可沉浸在杜鹃花海 得到身心灵的放松与悠闲 会场沿着马树西除了七大展区 还装点了花朵灯水滴灯等灯式布置 白天夜晚都很吸睛 还有不只是花与人的互动 还有花与西的互动 让整条马树西都亮了起来 另外运动公园内的儿童游戏场也同步启用 让马树西成为亲子童游赏花的好去处 继续平行万里赛访报道